哦嗨哟 欢迎收看客新闻 我是品君 今天要带来看的新闻是 大摩狂砍半导体 16档指标股该跑了 半导体好光警告中 摩根士丹利证券也指出 半导体景气修正至2023年的上半年 股价就算领先基本面落底 但最快也要第四季才会修正完毕 一口气砍了16档指标股的股价预期 大摩本次下修的16档指标股当中 包括联电、合金、新唐、环球金、联发科、翔索 日月光头控、世界利基、晶元电 除了前六档给予优于大盘的评价之外 其余都是中性偏保守观点 而摩根士丹利预期 市场接下来对于半导体 恐还有一波下修的空间 届时更会压抑相关的个股投资气氛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富豪就是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未经许会 杨茜茜茜 未经许会